No.5 Chris Johnson 小森 這個地方我還接到塔幣的火鍋球 所以我們坐在這個位置要特別的消息 尤其今天鐵盤不在 而且就是說今天的鐵米和硬張沒有出戰 那我想 之後賽爾森的外線拼了 Chris Johnson抓到進攻的籃球 比賽一開始我們也踢到籃板球 對鋼鐵人來說很重要 一波8比0的鋼鐵人的反擊 所以現在是到底先對手4分 這時候就留以外線的投射 沒有進的話就可以 這個站前防守還是先有犯規動作 智偉 強森 對 再給底線 這一段 不用勝來到場上 另外賽爾森也會 這個交叉的走位非常精彩 非常漂亮一個算是三人組合 來吧 打一下單打 我看起來好像不明顯 對 單師傅 補出了一鍋好料理 補錦眼 強森 超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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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響 不過後面這個爆扣是沒進 對 爬壁這種跟進式的一個爆扣 在Chris Johnson站上發球線 現在就是說鋼鐵人 能不能這樣用這2分47嗎 怎麼可以 唐煎 走欠身 超硬 公共要搶時間了 守住啊 牠舅可能會疤 趕快利用 三分 suis 球進 完 球還是腳為強森 條距離 沒碰藍寬 對 對 陳永偉拿到球之後對方趕快犯規 但這動作是比較大的一點 放在右偉身上當然 其實還會有一些想像空間 對 強身的一個 算是暈倒找到美金 他就通通犯規 對 來看一下 對這個動作 會不會升級 有升級的空間 果然升級了 對 富邦就更上了 對 果然升級 違反瑜伙精神犯規 強身的個人第三半 趕快交給瑞比 不要再交給別人 不能給佑 好 大家出界比較多 對 所以這就剛好又是 可能四五六